韩国医疗人员针对政府扩招医学生政策发起的抗疫持续发酵 当地时间25号下午 有数百名韩国医生在首尔举行抗疫集会 25号 韩国大韩医师协会召开全国医生代表会议 大韩医师协会表示 韩国政府推行的扩招医学生政策 会使韩国整体医学教育水平降低 扩招医学生并不能解决韩国面临的 医疗资源不均衡等问题 要求政府撤回扩招政策 会议结束后 数百名来自韩国各地的医生代表举行抗疫集会 同一天 韩国政府表示将继续推行扩招政策 并将对医生集体辞职离港的行动 做出迅速的司法处理 大韩医师协会则警告称 如果政府强硬推行扩招 医生群体将继续举行抗疫 受医生抗疫活动影响 韩国多家大型医院表示 已纷纷取消或延期部分手术及诊疗日程 首尔俄山医院以及三星首尔医院表示 已减少40%至50%的手术量 此外 还有患者称被医院要求尽早出院 一方面 韩国政府主张随着人口老年化的加剧 未来韩国社会将会需要更多的医护人员 而另一方面 韩国医生群体则认为 随着出生率的持续下降 韩国人口的持续减少 韩国的医生数量并没有显得不足 双方的僵持还在持续 而韩国近万名住院及实习医生的集体罢工 也已经持续了将近一周的时间 韩国舆论担心 如果双方的分歧得不到尽快的弥合 未来恐怕更多的病患将会耽误最佳的治疗时机 总裁记者 韩国首尔报道 据韩联社26号报道 反对韩国政府医学院扩招政策的住院和实习医生 集体辞职已持续一周 近期 部分医院又出现专科培训医生离港迹象 甚至部分医大毕业生也放弃了实习聘用合同 预计这将会进一步加剧医疗混乱 26号韩国行政安全部长官李祥敏 敦促参与集体行动的实习和住院医生 正视当前情况的严重性 呼吁他们尽早返回岗位 并承诺医生们如果能够在29号之前返岗 那政府将不追究责任 据韩国一届26号消息 为了应对集体离职所带来的影响 首尔主要大型医院将手术和诊疗日程减半 利用专陪医生和教授等人力来弥补空缺 感谢观看